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泡沫经济是怎么产生的 我们当然就肯定要提这个广场协议 为什么会有这个广场协议 那不得不我们就要先要提到美国 但是美国主要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第一个问题是日美之间的贸易摩擦 日本这个时候对美国的顺差 已经是非常的高了 不仅如此 日本对美的顺差 现在已经不限于这个低端产品的领域 而且是上升到很多与美国竞争的高端产品的领域 比如说电子 半导体 核电 汽车 这样的一个领域 这对美国来说是蛮不能容忍的 在日美贸易摩擦期间 美国的电视上 我其实都看到过那种情景 就是放一日本相机 放一美国相机 然后我们来砸 说哪个先被砸坏 是吧 哪个先被砸坏 那当然这个都说 看吧 还是美国或好的 日本什么呢 它就是山寨 就是廉价 就是偷美国技术 得这么一个这种产品 那种山寨和廉价的代名词 就是在当时美国的这种塑造当中 媒体塑造当中 那日韩又说 拿个日本汽车过来 然后我们把它砸了 砸着玩 搞行为艺术 这种事情对美国人的心理也是影响蛮大的 在日美贸易摩擦当中 而第二个呢 其实是源于美国自己 当时出现了一个政策上的失误 一般认为 美国里根政府当时出现了一个失误 就当时这个美国出现了这个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 而为了这个抑制通货膨胀 让这些金钱安定下来 那美国搞了一个提升利率的 那这么一个方法 就导致这个一方面 一方面这个市场的流动性降低了 另外一方面呢 有大量的热钱这个时候拥入美国 因为利率高嘛 大家觉得这个投资也是有利可图的 好 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推高了美元的这个汇率吧 在80年代中期 最高的时候 美元对日元的这个汇率一度达到了 1美元对270日元的这么一个这个高位 但基本维持在1美元对240日元的 那这么一个这个状态 那这样来说的话 你再想到前面那个顺差 美国出口不振的 这么一个这个情况之下就更严重了 所以基本上在这个时期 美国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经济问题 就是它双赤字 它的财政的 它的财政和它的贸易是双赤字的 那这就非常的麻烦 那所以美国就说 我现在有两种路行可以走 那一种就是我练内功 我自己国内的这个经济政策 那一个就是我外力 我到外面去打点什么野味来用一用 是吧 就有点这种感觉 但是美国发现练内功不好练 那因为它可能你用一个政策 就又导致了新的问题 那怎么办呢 不如我出去收割一把 这是对美国世界霸权嘛 它是对 它是有非常大的优势来用这么一种这个手段的 于是呢 当时美国在1985年的时候 它就说 我们召集世界主要的经济体 我们来开个会 之内就召集了五个国家 这个五个国家就是 日本 美国 联邦德国 英国还有法国 主要的这个经济体 他们在一个叫广场饭店的地方 大家关起门来把窗帘给拉上 就把这事给定了 定了个什么事呢 就是我们这五个主要的这个大国 我们联合 我们政府联合起来 我们干预汇率 主要的就是日元和德国马克 对美元升值 日元和德国马克是对这个美元升值 把美元贬值 有利于这个美国的这么一个经济的 这样的一个发展 这个时候呢 有人就会说 这个是日本迫于美国的这个压力 那不过呢 实际上来说呢 当时的这个日本的这个政治家们 那日本的这个裁界和这个官僚界的这个人士呢 他们其实在他们的心目中 他也觉得这是一个有利于日本的政策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日本当时八十年代中期 它的经济其实已经发展到一个相当高的这么一个程度了 就是说首先你国内的市场已经有所饱和 那另外一方面呢 由于日本的技术资金 它其实都有相当的这么一个优势 所以这个时候就很希望日本的企业 日本的资本走出去 扩展这个新的 那这样的一个这个空间 让日元这个国际化 这其实日本是自身就是有这个需要的 所以当时的这个竹下登首相 他们是这么预期的 说日元从二百四十日元对一美元升到一百九十日元对一美元是没有关系的 在他们的心目中这已经是一个巨大的升幅了 于是就比应该说在美国的压力之下 但是同时又是自愿地与美国签订了 那这么一个这个广场协议 好 然后这个日元迅速地对一美元这个升职 好了 这就是一个理想 某种意义上我们说这个理想很丰满 是吧 现实非常的这个骨感 日本认为升到一百九十日元对一美元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实际上这个后来升职的这个程度远远超过日本政府的预期 到了1988年的时候已经升到了一百二十日元对一美元 那基本上这就是一倍的一倍的这么一个增长 而与此同时它对于日本的经济 就日本的出口型经济 那日本的经济的基石 带来了一个非常沉重的那这么一个打击 当年日本的这个出口经济 本来还有大致这个百分之二十的这个增长率 日本的出口八五年的时候 但在八六年的时候 日本的这个出口就到了百分之负四年吧 这么的一个这个层面 而日本经济实际经济的这么一个增长 在八五年的时候还百分之六点七 而到了这个第二年的时候大概只有百分之三左右 但是与此同时就经济的增长率虽然降低了 但是给这个国家和民众的感受是 你的手里面一向有钱了 那不管是国家也好还是企业也好 你的手里的钱想翻了这个百分之六十 差不多的这么一个样子 这是一个其实很开心的 非常非常开心的这么一个感受 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开心 其实是悲剧的某种程度上 是悲剧的一个开始 那怎么样一个悲剧的开始 日本它有一个这么一个这个经济模式 叫做护送船团的这么一个这个模式 就是意思说里面好像一个大船队一样 在行业的各个领域像大船队一样 这个政府官僚和政治家在前面制定这个策略 那然后后面呢是这个大船 跟着大企业的这个大船 然后这个大船周围呢 有庇护着大量的这种这个小船 那当然这个小船 然后小船呢 这是这个中小企业 他们获得这个大企业的这么一个这个订单 他们就为大企业的这个整体的组装 整体的产品生产 提供一些特定部位的 特定零件的这么一些这个这个技术 虽然有个好处就是 这个在这种时候 这个小企业啊 就可以苦练这个类工 然后大企业呢 它也可以获得这么一个技术提升 一旦你这个出口降低 那么你对于这个企业 其实是一种很压倒性的打击 你很多时候失去了这么一种这个订单 这个时候大企业呢 更多的把自己的这个这个技术的这个开发 转向一些面向自己国内的封闭市场 那因为这个时候日本人最有钱呢 那我肯定是挖掘这个国内的市场的潜力最重要 但是你要知道 就大致的大家的需求已经满足了 那我只要必须去满足一些更奇怪的 更细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需求 那所以某种意义上就导致了 日本企业技术发展的一个封闭性 比如说日本的手机 那日本的手机曾经是在这个世界范围内 享有非常高的这么一个这个声誉 但是估计很多喜欢日本手机品牌 因为真的长得蛮好看的 对我来说自己来说也是如此 我觉得日本手机长得蛮好看的 就是日本手机的制式 它其实是不兼容的 它很多特性是为日本国内市场所设计的 就导致了它没有办法 与其他的那些更面向世界市场的手机所竞争 所以我们今天也看到日本的这个手机 基本上已经被苹果这个所占领 那这样的一个手机市场的这么一个这个状况 中小企业就更惨 当然他自己那个时候肯定是不会觉得很惨的 因为这个时候炒房炒股是吧 地皮变得那么的这个贵 其实对我来说是非常有利的 因为有说我不想炒房 就我还有能力 我还觉得我对这个技术很有自信心 我们家里面还有人支持我呢 现在我要响应政府的号召 我要到海外去投资 但是他们飞快的在海外遭遇了自己意想不到的 这么一个这个挫折 那因为他们原本在日本国内的时候 他其实是接受这个大企业的 一个特定的企业的这么一个这个订单的 而且他可能一些这个技术 他是主要是针对自己所处的一个 相对比较狭窄的这么一个这个市场 他并没有一种去转换 去开拓多元市场的这么一个能力 我们还考虑一个问题 就是当时政府在鼓励日本的这个 这个企业向外扩张 那所以他其实增加了大量的这种岗位 所以在差不多就是八十年代 这种泡沫经济的时期 基本上都是企业要到这个 要到这个大学里面去抢人的 抢人的 所以这个时候我干嘛要回去继承家业呢 是吧 你别人来抢我 而且又告诉我说 我马上付给你半年工资 你工作都不工作 我立刻付给官员 这是最夸张的 然后你出去之后 你可能一年两年 你工作一年两年 你就可以买房买车 而且你可以买跑车 花天酒地 你说你幼不幼人 很幼人 那么你怎么还愿意回到你爸的这个工厂里面 像你爸爸一样 在工厂里面干活呢 那你显然是不愿意的 你的工作机会 机会那么的多 一切都是这个欣欣向荣的 那日本人民这个时候非常的快乐 那日本的企业其实也非常的快乐 然后再来 既然我的这个钱多了 那么我当然我的资本要向外这个扩张 我的资本要向外做一个这个扩张 于是我们说这个时候 有日本这个对外收购的这么一个浪潮 收购的这么一个浪潮 那可以说这个收购的浪潮其实也是有一定的这个成功的 包括在东南亚 包括在中东 这个日本都是可以说是获得了相当的 相当的 包括在中国 其实也可以说是获得了相当的成功 但是呢 像它一个很碰壁的这么一个地方在美国 我本来想把我的这个资本投在一些 可以促进我技术发展 促进我经济腾飞的这么一个地方 但是美国让吗 不让 这个场景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太熟悉了 但是问在你的钱 你又想走出去啊 你又想让这个钱生钱呢 那于是日本人开始大量的这个收购这个房地产 他们收购了比如说 哥伦比亚营业公司 那比如收购这个洛克菲洛中心 比如收购这个时代广场 这看起来非常的这个帅气 当时美国都在惊呼说 日本要把美国给这个买下来了 我们美国已经衰落了 日本多么多么的厉害 日本人其实也很高兴 非常的高兴 但是我马后炮的一看 这里面其实是有隐忧的 因为房地产这个东西 你收购的这些东西 它不能够转化成新的生产力 对于日本的民众和企业来说呢 那我干嘛呢 那比如说我出国旅游 那因为这个时候海外旅游 变得比这个日本旅游要便宜了 那所以日本人纷纷出去 纷纷出去这个旅游 而这个时候也是全世界黑日本游客 黑得特别厉害的这么一个时候 我曾经跟一个日本人聊天啊 我说哎呀 这个大家经常说这个中国呀 这个游客素质不太好啊 这个炒得很厉害 还要插队什么的 那个日本老先生就跟我讲 哎呀他说 他说你看吧 这个很奇怪的 说当年我们日本人特别守秩序 但是他们也黑我们 说也说你这个守秩序不好 不灵活 说你们这个集体主义怎么怎么的 那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看到 在最厉害的时候 东京这个日经股市 日经股市在它最高点的时候 都是三万八千点 三万八千点这是一个非常夸张的 这么一个数字 而且这个房产方面 就当时有一个说法说你卖掉了东京 你可以买下半个地球 就是非常非常夸张的 那这么一个这个讲法 可以说大家都在一种狂欢当中 而且感觉这个前途是充满希望的 但是我们也看到说这个时候 钱不再被投入这个经济的发展 不再被投入这个技术的发展 日本原本的立国这样的一个手段失去了 而且当时还出现了一个很关键的东西 就是发展中国家的崛起 其中尤其是这个中国 那就意味着这个中国的崛起 中国就取代了原本可能由日本来占领的 这个出口的这个份额 就是你想回去 但是你其实也已经回不去了 这个时候日本的这个政府 其实也是有一些这个失误的 群众都在花钱花得很高兴 尽管你很多政府的政治家里 明明看到说不行这个太热了 一定会出问题的迟早会爆的 但是你会去泼民众的冷水吗 你不会泼民众的冷水的 或者想来想去左思右想 结果我们就可能错过了最好的这个窗口期 在这些因素的讲解下 就日本失去了我自己的一些独门的绝技 我的技术立国 我贸易立国 这两个独门绝技的东西失去了 然后社会在分化 然后泡沫被这个推高 所有的这个钱金钱资源都投入到 那么一些非常虚空的虚无的 这么一些行业当中去 那于是我们就看到一个什么结果呢 这个东西最后被触碰 就来自于90年 90年我们知道这个当时的这个伊拉克 发生了海湾战争 发生了这个海湾战争 那海湾战争直接带来的一个结果 就是石油的价格的高涨 那对于日本这种严重的依赖资源进口的国家来说 这是一个很要命的问题 所以当时日本的很多制造业企 尤其是制造业的这个企业 它需要大量的银行贷款 来帮它应对这个危机 结果一看 所有的银行贷款 银行的资本也好 这个社会的资本也好 全部都在楼市里面 都在股市里面 结果所有制造企业 资金银的这个断裂 那这个东西就开始一个连锁反应 一个不断的这么一个这个连锁反应 那最后就导致了 这个90年代 这个日经突然跳水 一路往下跌 最后跌到了14000点的 从38000点跌到了14000点 这个想象 光想象一下都觉得非常非常的可怕 泡沫经济的崩溃 就总统以上使得日本的这么一个信心 政治家的信心也好 民众的信心也好 可以说跌落到一个相当的 这么一个这个这个古顶 那么以后所有的这个政治家 都必须改善经济 以自己的这个唯一的这个要务 泡沫经济这个东西 它确实可以说是这个 日本人心目中的 其实是一个一个伤疤了 就是泡沫经济的这个后果 其实它肯定是影响资金 但是呢 这里主要有两种看法 就泡沫经济的这么一个这个影响 那一个是会认为说 这个泡沫经济 它影响是这个很大的 泡沫经济之后 这个日本的这个GDP的这个数据 就长期的这个不上涨 是吧 要不然上涨一点点 要不然呢 它有负增长 总之差不多 一直维持在一条线上 所以有人叫做说 这个日本这样 失去的20年 甚至有人进入说 这个失去30年了 但是也有学者 另外一种看法的认为 这个不叫做这个失去 实际上这个泡沫经济呢 它是一个发达国家经济 发展到一定程度上 一个正常的一个新的这种这个常态 你看85年和后来的这个90年代相比 这个很正常 看上去这个经济的这个发展曲线 是很正常的 而且恰恰泡沫经济 因为是不正常的这个时代 所以泡沫经济的影响 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 但是不管怎么说 从经济的时效 我说话 确实泡沫经济的崩溃 它其实打乱了日本人发展的 这么一个这个阵脚 这一点我觉得其实是 要注意的 不管对日本的政治家而言 还是这个日本的人命而言 感谢观看